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 为大家带来华为刚刚发布的 办公三件套的一个体验 互联网时代什么事都讲究一个效率 华为手机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但是并不妨碍华为在办公生产力领域继续深耕 解锁全新办公生产力 是这次华为新品发布会的核心主题 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三大件 这个笔记本一体机还有最后面那个打印机 无论你到哪办公室这仨东西肯定有 笔记本之前华为发了不少了 这个一体机打印机还是第一次 华为能把这些偏向于传统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东西 玩出来什么新的功能新的体验 这期我们来好好聊聊 华为的MateBook系列一直在轻薄和小巧上 特有件数之前我们就带大家体验过 这次的MateBook 13s也不例外 16.5毫米的厚度 1.32千克的重量和A4纸差不多的尺寸 真的和A4纸差不多 我们特意拿了一张只比了一下 让它的便携程度和iPad Pro 12.9 加上键盘之后差不太多 全金属的外观搭配CNC的腰线 以及细腻的喷沙触感 整机的质感还是挺出色的 我们体验的这台是这次新推出的配色 叫云杉绿 相比于之前的肥冷脆 云杉绿看起来更加温和和内敛一些 在不突固的同时依旧辨识度很高 不得不说华为在色彩上的运用还是挺有想法的 当然也有一种声音 其实我自己之前也这么认为 就是办公商务何必在意外观 随着现在人们越来越个性化 外观ID也是一款设备的配置之一 尤其是在清一色的黑白灰办公产品之中 清新独特的外观也是一种突破和改变 当然我们也发现了 它这个接口稍显不足 两个全功能Type-C和一个3.5的耳机接孔 日常出差你带个拓展窝 这肯定是常态了 先开笔记本 映入眼帘的是2.5K 屏占比达到90%的屏幕 参数也不错 100%sRGB 90Hz刷新率 并且它支持通过快捷键 快速的切换 但是亮度方面 我们体验完了之后感觉表现一般 400nits的亮度这么大块屏幕 在外边使用的话勉强足够 因为是主打办公 这块屏幕选择了是3.2的比例 一大一丝值 在查看网页或表格文档的时候 相比差不多尺寸的16.9屏幕 3.2可以显示一些更多的内容 提升办公效率 不过有得必有失 这种屏幕比例 在日常娱乐游戏的时候 确实就不太给力了 尤其是流媒体的时候 上下的大黑边确实不怎么舒服 同样要取舍的就是前摄 这枚前摄只支持720P的分辨率 对光线要求也比较高 在拍照或者视频通话的时候 表现确实不怎么好 但是它支持Windows Hello快捷解锁 一次路若再也不需要密码了 开机解锁全靠脸 如果你不放心面部识别的安全性 也不喜欢一个不能被物理关闭的 前摄天天盯着 那么支持指纹识别的开关键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了 MateBook 13s的这块屏幕 协同的时候方便操作手机 也可以让你直接在PC端 操作移动的APP 这个宣传的时候 说是14寸的大手机 就是这么来的 这次我们算是比较全面的体验到了 Windows和移动应用的融合 目前应用商店 已经支持了不少主流应用 比如微博Q路微信以及12306 现在你可以在电脑上 同时两个平台抢票了 当然抢不抢得到还是要看运气 不过目前它只支持 华为应用商店内的移动应用 尚不支持自己手动安装 希望后面能够快速推进这个生态 欢迎把平板上的平行世界 带到了PC上 可以在同个应用内 实现左右两个窗口并行操作 在全屏的时候 还支持了手机上的全屏手势 左右滑动返回 上滑返回桌面 最大的遗憾是MateBook 13s 它不支持360度的翻转屏幕 所以也没有机会 把它当做大号的平板 来进行打游戏了 但是你可以通过鼠标 或者手柄映射打打手机游戏 根据我们这段时间的体验 更推荐你使用鼠标来玩 因为可以通过快捷键 一步隐藏掉所有移动应用界面 真正的摸鱼润无声 这段时间综合体验下来 凑合够用 还有升级空间 在常用的App内表现尚可 但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卡顿 并且多开之后 卡顿的问题会更加明显 功耗方面也不低 综合考虑续航和流畅性 怀于在系统层级 限制了这台电脑 最多可以打开三个移动应用 并且后台久了 也会提示你关闭应用 用以增加效率 总体而言 目前的体验算是合格 虽然和手机上的体验仍有差距 但解决一些日常问题已经足够 毕竟它不是专门 为一定应用设计的平台 独立的应用设计 也不像第三方模拟器 都只能在一个框架内运行 而是可以真的像PC软件一样 提醒消息独立使用 电脑上也无需担心权限问题 面对不给权限不让用的App 放心提供即可 稍微误操点错了 也不用担心被安装应用 他们也装不了 这次的智慧语音 也被华为植入到了PC 并且在F6和F7之间 添加了一个独立的实体按键 一键可以开启智慧语音 实现语音输入和AI字幕 无计打开输入法 就可以在任何位置进行语音输入 并且支持多语言和翻译的功能 实现出口成章 在我们的实测下 安静环境下 这个输入的准确度还是不错的 但是在吵杂的环境下 表现不佳 很容易被其他人生干扰 不过考虑到人多的环境下 估计你也不会使用 这个有点羞耻的功能 影响不太大 AI字幕和手机上一样 支持多国语言和翻译 一句一句的时候 识别和翻译的准确度 还是不错的 延迟也不算太高 但是在语速更快的时候 就力不从心了 比如电影和动漫的语速 太快的时候 AI字幕就明显跟不上节奏 无法实现显示和翻译了 当然了 这也是目前业界共同的难题 你那些什么千七百怪的想法 收一收 说了这么多 最后来看一下配置 11代Intherer酷睿标压处理器 锐聚核显 配置有i5和i7可供选择 16GB内存 512GB SSD 标配了65W的充电器 也支持快充 我们简单实测了一下PCMark10 标准测试是4788分 性能面对典型的办公室工作 和轻微体工作 自然是没啥问题 日常打一些露啊露 也是完全够用 如果你有华为的蓝耳机 它也支持弹川连接和快速切换 想想日常PC用蓝耳机的痛苦 这一点确实挺方便的 不过这个触控板的体验 感觉不是非常给力 由于没有采用按压触控设计 按压操作需要在触控板的下半部分出发 较小的面积 让我们许多时候反而更愿意 直接触控屏幕来操作 总体而言 MateBook 13s是一款针对性很强的 颜值在线的轻薄笔记本产品 范之让人群没有什么游戏需求的 学生群体定位 如果你还好奇它的音质 不着急 我们先来聊聊华为的第一个一体机 华为Mate Station X 作为华为首款台式级别的PC Mate Station X让我们感觉最大的亮点 就是外观ID 整体的设计风格和之前的Mate View如出一辙 极简的全金属外观设计 让整个一体机看不到屏幕支架之外的任何部件 搭配蓝牙键属真正实现了无线桌面 28.2英寸的屏幕也采用了悬浮设计 所见之处看不到屏幕的边框 视觉一体性确实非常好 当然这边框还是有的 这肯定是没法直接去掉的 92%的屏占比看起来也非常震撼了 同样的 这款屏幕也采用了3比2的比例 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感觉 4K加的分别量 这款屏幕的显示效果非常细腻 如果1比1显示 Windows的字体甚至都看不太清 根据我们的体验 日常使用把搜放比例设置为150% 是更好的选择 推荐的175%有点太大 浪费了分别率的优势 那么这么高的分别率有啥用呢 首先我们感受下来就是分屏使用 即便是一分为四 这精细程度也完全能够应付 我们一边写稿一边查资料 3比2的比例和更高的分别率 让网页内容也可以显示更多 或者在编辑视频的时候 上下可以多显示一些音频视频的轨道 并且这块屏幕同样支持10点触控 华为这次要将触控进行到底 到手之初我们也讨论过 这一体机它上触控屏到底有什么意义 直到我们使用了几天 并且在上面进行转稿之后 发现还是有些用处的 比如面对大量的文档资料 需要快速翻译的查找 用手一滑 比鼠标拨拽滑中条 或者滚动滚轮更加方便和快捷 表格文档的放大操作 直接上手就可以了 比键鼠来的顺手直观 操作图片的时候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 出不明的加入 你也可以把当做智能画板 或者讨论的白板来使用 不过受限于Windows本身 对于触控的支持 触控体验还是有很多升级空间的 除此之外 98%的P3色域和HDR400的认证 以及官方表示的竹台校色 都让这块屏幕的日常观感 看起来非常舒服 官方宣称五层镀膜防眩光 在日常使用中确实没啥问题 当然如果你面对直射强光 还是拉个窗战更好 在得知它支持触控之后 我们也想过 Made Station X支持手写笔 是不是可以和Surface Studio一样 将显示屏直接可以作为数位屏来使用了 但是Made Station X 不光不支持屏幕上下移动 也不支持旋转作为竖屏 只能在20度的范围内进行调整 因为它是一体化的设计 确实给支架的范围带来了许多限制 但设备联动也让我们找到了 其他的解决办法 就是使用屏幕的对冰系统 在镜像模式下 Made Station X的触控操作 会被平板代替 而平板手机笔是支持按压操作的 是的 在这个模式下 平板就实现了数位屏的操作 虽然在体验上 不能和荷冠或者新地这种专业设备相比 但是作为平板和一体机 你实现了日常在外方便便携 在家搭配Made Station X的屏幕 也是一个不错的平板创意生产力组合 在其他软件体验上 上面MateBook 13S的功能 在Mate Station X上当然也都支持 手机多屏协同 耳机的弹窗也都非常方便 云空间也可以方便同步 很多设备的文件和资料 翻开联系人 录音 备忘录等等等等 都更加方便 在使用正版Office的小伙伴 应该有所体会 OneDrive除了日常抽风之外 面对Word Excel的日常多设备同步 确实非常方便 当然仅限PC 而华为的音空间 算是打通了手机平板和PC的间隔 同时它还支持桌面镜像和增量同步 日常回家处理一些文件 也无需担心忘记拷贝文件 作为台式级的一份子 Made Station X的配置也还算不错 由于AMD 5600H和5800H可选 遗憾的是并没有搭载独显 而使用了AMD Graphics核显 在4K分辨率下 全特效路阿路可以维持在60帧以上 但是原神确实应付不了 日常想要玩 需要降低一些分辨率和画质 游戏还是烧眼欺负人了 我们简单跑过分 PCMark 10的跑分达到了6000多 面对日常办公和平面设计 是没啥问题的 我们也测试了一段 6秒钟1080P A1片段渲染耗时 Made Station X耗时4分14秒 Made Mini这边6分40秒 只是作为一台一体机 Made Station X的接口确实不太够用 双A双C一共就4个接口 均为5Gbps的速度 日常文件一多 512GB的存储肯定是不够用的 一体机的设计形式 也并不方便你扩展存储 长期使用你插着硬盘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这4个接口我们感觉不太足 不过侧边的设计相比于iMac 把接口放在后背 来的相对更加方便一些 外放方面 Made Station X拥有两个5W全屏 和一个10W低屏单元 虽然华语表示有第8类算法的加持 但是首先有功率 整体的音质表现非常一般 在低频下潜和亮感上都不足 如果你要长期使用 建议配个小音箱 大家可以戴上耳机 实际感受一下他们两个的音质表现 Made Station X和Madebook 13s一样 是一款主打设计很有针对性需求的产品 出色的屏幕和比较偏刻的硬件配置 也体现了它是面向办公和设计相关的产品 PixLab X1 复印打印一体机 也同样是华为在打印机领域的首款产品 极简的外观和紧凑的设计 并没有让使用变得麻烦 比如日常的更换墨盒操作 打开前面板 接锁锁扣 取下墨盒更换 然后锁定盖上盖板 简单方便 也无需担心手上粘刀墨粉 粉仓方面费用也不贵 可以很好的控制耗材支出成本 而选择激光打印的原因 就是稳定和效率 在面对经常打印的办公室而言 许多公司如果需要招标 日常打印个上百页的招标 舒适太正常不过了 喷墨打印机给你堵个头 或者说缓慢的打印速度都是硬伤 相对来说 激光打印的稳定和效率就更加合适一些 相比于传统激光打印机 每分钟20页的打印速度 华为的PixLab X1 可以将每分钟提高到28页的效率更高 就是打印的时候 这个声音还是稍显刺耳的一些 见日常使用不要放在自己电脑边 午休的时候容易被同事的打印炒的 其实对于打印设备最大的麻烦 还是日常的联动和安装驱动 相对来说 这台PixLab X1就要方便快捷不少 只要有华为的手机平板或者PC靠近 它就会自动弹出卡片提示 有点鸿蒙那味了 快速进入配网 几十秒钟就可以解决问题 对于新手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官方也表示 针对WiFi也做出了许多优化 避免日常需要重新联网 我们也体验了一下一碰打印 你可以通过图库文件管理器 以及WiPS的查看图片或者文档的时候 一碰即可打印免去查老的操作 只是目前这些操作 它只支持Homelio S2的设备 就是自己鸿蒙的 如果你是其他系统的设备 那还是只能进行普通的打印操作 有一个小点值得说 身份证智能矫正复印 是一个挺实用的功能 只需要按下按钮 身份证你随便一丢 随意摆放都可以复印出规整的附件 确实挺方便 总体而言 打印机这个功能相对单一的设备 确实没有什么太多可供发挥创新的地方 许多时候反而是稳定的表现 就更加重要了 有点像露出器 相比于大公司内部有专人负责 小公司或者工作室家庭的这种情况下 稳定的表现简单一连接快速上手 确实比多几个功能更加实在 这段时间填完这三款产品 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思考 那就是办公的生产力它到底是什么 从20世纪70年代电脑开始发明 到90年代乃至到现在成为办公的标配 电脑极大地简化了排版文档编辑 以及反复的计算等等工作 解放了人们的创造枷锁 但是电脑永远无法取代的 那就是人类难以琢磨的想象力创造力 和时时刻刻都无法避免的沟通与交流 电脑简化了其他的步骤 提高了创造和沟通的效率 让创造力得以释放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办公设备 应该提供的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苹果在自己的生态内如鱼得水 统一的标准 多设备的融合 让体验非常的统一和完善 让你时刻专注在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里面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华为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而努力 但是走的是自己的路 华为联动电脑平板拓展使用场景 云空间实现了多设备的同步 多设备间的联动甚至短暂相互替代 都不再是一个问题 努力提升的一致化体验 才能把人类从复杂且低效的操作中给释放出来 毕竟谁都不想在打印机上耽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 以及出门办公忘了文件 还有折回去再去拷贝 生态一体化这条路是异常艰难的 绝对不是造好某一个产品 这个精力就能解决的 华为这套从目前来说呢 做的肯定还不够完善 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还需要时间去打磨 但这些功能起码方向对了 这个进步和技术 一直都是一个品牌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 全生态这条路对于很多品牌来说 不是他想不想做的问题 而是实力根本不允许 OK更多内容和精彩 大家在全网搜索 关注小白色评 不关键点小白色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